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煌的惊天发现 到底揭开什么样的传说 一落海里千年的宝船 窥探着大航海时代的荣光 意外发现的珍宝 隐藏着怎样的大趟盛事 我是文明追光人许丹瑞 这是一趟我向往已久的文明探索之旅 希望我们能找到这些文明背后谜团的答案 我是闪耀把中华文明的发起人陈坤 隔着千年光阴 我们与文明明神对望 去探寻中华文明的闪耀时刻 探索文明成在的灿烂文明 寻找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看见文明高光 1929年 四川广汉农民燕道成 在三座土堆旁挖钩时 意外发掘出一坑造型奇特的玉器 随后不久 参与发掘的燕家父子相继离奇染病 1934年 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 对这三座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 从地图上看 三座土堆就像一条直线上排列整齐的三颗星星 因此得名三星堆 在发掘报告中 考古学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里充满着神秘的力量 其实有很大的秘密 沉睡三千年一醒进天下 三星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遗址走向了世界 露眼所看我都数不清 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精美的青铜器 从侧面看有点菱形的 像外星人的眼睛一样 有说他是祭司的 有说他是国王的 他的身份是目前来说猜测 或者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一 或者是很多学者写论文 都是冲着他来的 在一个发现时 很大程度上印证了 就是我们一些古代神话传说的 并不是乱讲的 是有一部道理的 三星堆神秘的文物 总能让我感受到神话的影子 我很好奇在这里 真能找到神话真实存在的印证吗 我和丹瑞的文明探索之旅 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和丹瑞的文明探索之旅 好高大的青铜人像啊 这个权杖上面 还有一些花纹 我看到这有鱼 你看这鱼鳞 这太美了 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 这戴的这个帽子还蛮独腿啊 这就是那个贵作人 而且他们俩的贵子不一样 一个是双膝朝内的 一个是这样的 就像求婚那种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雷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三英雷博物馆 今天我带你们去看几件最有代表性的几件文物 也非常具有神秘感 好 你先来过吗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 老师这些菱形的圆形的都是什么呀 眼镜 眼镜 眼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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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完整的 然后这旁边的有两等份的还有四等份的 我们鼓鼠过鼠字顶部就是一个倒写的倒过来的一个木字 是吧 对 甲骨纹里面就是鼠字的写法就是一个大大的眼睛 让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 对 五千多年前在叙利亚 就是苏美尔文明时期的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庙云 发掘出来了 近万间的单独的眼睛 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 所以当是一个英国考古学家 他把那个庙就命名为眼镜庙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埃及对 赫鲁斯之眼 赫鲁斯之眼通常是在那个棺材板上或者是棺果上的描绘出来眼的形状 保护死者在通往来世的路上不受伤害 看清道路 不过这个赫鲁斯之眼相对来说比较 写实跟真的人的眼睛是差不多的 而我们赫鲁斯的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就你特别特别那个比加索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的比加索 这么夸张的眼睛 是在崇拜什么力量吗 一般来说跟古代的人类渴望光明崇拜太阳有关 渴望光明崇拜太阳 公鸡大名嘛就是我们隐身为隐行高歌 呼唤日出给人间带来光明的这种意境吧 哦 啊 啊 啊 解都也是一种太阳崇拜的这种表现 所以他头影是阳着的 哎对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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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是渔府王朝的一个象征或者是国之重器吧 哦 哦 我终于签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特别有名的那个方向盘了吧 就是双引号的方向盘 太阳轮器这个反映的是一种太阳崇拜的意识 太阳崇拜也是比较 普遍的一种现象在全世界 嗯 凡是有古代我们出现的地方都有太阳崇拜 你比如说埃及啊 印度啊 希腊等等都能发现太阳崇拜 没法不崇拜 嗯 你知道老师 您跟我都是重庆人 对重庆 四川因为是盆地吗 对对对 但是雾气啊 湿气重 对 他就是太阳就是少啊 对对 如果有了太阳的时候 我们恨不得就是出去去享受和好的生活 变去很对对阳光啊 对光线有一种下意识的需求和和崇拜 嗯 包括我觉得航天我们已经冲破到天际去想要去更靠近太阳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传承 我们对太阳崇拜延续到现在吧 嗯 对 古术 太了不起 太有想象力了 1986年 三星堆遗址 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 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个地处西南 延续两千多年的神秘古术国 开始在世人眼前缓缓揭开了面纱 感觉上面好像也是一只鸟 那鸟 它那个也是是脚吗 还是 它的鸟的脚 它是腿的话 然后上面应该是人 我觉得人生鸟腿 对对对 鸟掌人生下 这个青鸟腿它本来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吗 嗯不是 这件东西可惜它的上半身断掉了 卢浮宫不是有一件那个威纳斯吗 对对对 网友就戏称这是我们东方的威纳斯 因为它的上半身都没了 梅子有点多 它有点心疼 对对对 有点心疼 太心疼了 而且我看到它穿的是一个迷你裙吗 裙子有点短 对对对民族群或者是包群之内的 非常的潮 就在摄制组结束三星堆的拍摄后不久 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发现 使得这片神秘的土地 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三星堆八号祭祀坑中 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顶尊蛇身铜仁 经过比对 这件新出土的铜仁 于1986年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青铜鸟角人像 实现了完美拼合 专家将这件合二为一的文物 重新命名为鸟族屈身顶尊神像 时隔三千年 东方维纳斯终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在三星堆从不削少奇迹与浪漫 古蜀国文明就是一个字浪漫 浪漫 对对对 太浪漫 然后太神奇夸张 对吧 对对对 鸟角神像 千里眼 被崇拜的神灵 这么有想象力的创作 难道只是凭空想象而成吗 绝不可能 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也离不开现实的立足点 哇 这个树好高啊 这堆有多高啊 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高大的一件 清空气 而且它顶端还是残的 现在的残高是3米96 您看那个盘子下面 那个精致的火焰纹好美啊 这棵树 我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很震撼 是完完全全立体的 360度的 它的光感是特别震撼和强烈的 你想到三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古属的仙祖 他们就能创造出这样立体的 具有浪漫感的神话感的一个神术的时候 我刚刚心里还是很震动的 我是觉得很浪漫 很有幻想 很有想象力 是 这棵树出土的时候 是碎成2479片 而且还跟其他的青铜漆的碎片混在一起 可以想象当时修复的难度有多大 我们修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器物 完全要凭着这个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探索去摸索 现在几个新坑里面都有神树 这儿出来了 我们寄希望于新的祭祀坑里面发掘 因为有些坑非常可能是同时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 有些凝不接耳到在其他坑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 这棵树您觉得它在三千堆时代 是什么样的用处 它是祭祀还是要是什么 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件被祭祀的对象 就是所谓的树崇拜 树崇拜 树 《山河经》里面的扶桑 都是反映着古人对于树的一种崇拜 扶桑 神话世界的神树 树崇拜的观念 以这种物化的形式来表达出来 只有古蜀文明才有的 只有三一堆人才能做到的 古蜀人创造了世界最大的青铜树 并把它当作神来摩拜 这和扶桑神树的神话有关吗 三星堆青铜神树诞生于三千年前 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也都有关于神树的神话记载 米坦尼王国出现过日夷树 雅塑帝国有圣树与异日盘 古印度文明崇尚太阳生命树 同时期的古老中国也有对神树的记载 山海经 上古时期在天地的东西两极 各有一棵参天神树 东边的叫做扶桑 长在水中 高大挺秀 树上有十个太阳 西边的神树名叫若木 若木长在荒野之中 遍体赤红 每天都有一只太阳神鸟 从东方的扶桑树出发 飞向西方的若木树 夜晚再回来休息 他们就这样周而复始 形成了人间的日升月落 有一种说法就是 因为十日嘛 现在我们看上来有九只金屋了 那么另外一只金屋在哪去呢 好像理所当然的 应该在顶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另外一只两人应该去值班 应该飞走了 所以它那个棺呢 这个树棺树顶应该是秃的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是一个人面鸟身像 在那个树顶上 它从天上下凡到树顶上 享用我们古水人给它贡献的 贡果 公果 那么青铜神树会不会 就是神树扶桑呢 我那个是神树里的 那个是神树的 会不会有那种 天下的 我特别想你 我特别想你 不好意思啊 只能猜成这边了 免疫力薄弱 关键时刻出状况 增强免疫力 和增建寇服液 再打喷铁了 不是要打喷铁 我又找到了 现在有没有可考的数据 三星堆的文明和山海经 哪个的历史更长一些 山海经是战国到汉代 早期形成的书 那三星堆文明是 四千五到两千八 那肯定是 三星堆或山海经 是吧 那这个青红神术 是不是就可以作为一个 突破口 如果我们能在山海经中 找到青红神术的影子 或许就能证明 神话世界也许真的存在过 书上说 神术胡桑有十只太阳鸟 九只在下面 一只在上面 对应上了 刚好有九只鸟 胡桑 居于水中 有水吗 有 这个树的底部 刚好就有一条龙 龙代表水 山海经里面还说 胡桑是大木 太平预览中也有记载说 胡桑是天下最高的水 尚可通天 那就太对了 它上面就有太阳的纹饰 树的底部 还有一个代表山的设计 所以就说明是顶天立地了 嗯 基于这些信息 胡桑 已经在我心目当中 慢慢地清晰了 汤谷之地有神树 名叫胡桑 树上栖息着十个太阳 它是日月轮转的世界中心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 和神话 故事里面的扶桑神树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只是 差别就是树顶的部分 要是我们能找到树顶上 有一只鸟 或者太阳的话 那几乎是 完美的气候 刚才的推理真是太烧脑了 看来得来一点 增强免疫力的东西了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 还在继续 想要证实 古鼠人铸造的这棵青铜树 与神树扶桑之间的关系 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 考古发掘现场了 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 1986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 就是在这个区域的 这边这个一号坑 就是86年发现金杖的地方 神树呢 是在二号坑 我们从这边走过去 就可以看到 我们来这边换一个衣服再进去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相对无尽的环境 对 这边就是一个连接点 就是我们的换衣舱 这个也是我们探索的连接点 坑哥太熟练了 哦 之前演过这个 业务工作者 走吧 进去吧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八号坑 哇 金童区 哇 太精美了 太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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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象牙全是象牙吗 那些条状的 穿白色的就是象牙 穿绿色的就是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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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眼所看 我的数不清 到底有多少件这样的 精美的象牙 完全数不过来 但我真的见到这个祭台 这就太精美了 有可能是八号坑最复杂的一件统计了 我太震撼了 虎头虎脑就在这边 看到它的身子了吧 我看到了 在这 我看到了 就下面你看长的那个 你相信缘分吗 就是虎头虎脑的龙 之前都没有挖掘过 但是今年是虎年 然后咱们就挖掘出了一个像虎一样的龙 是的 现实是挺有缘分的 这也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 也是第一次发现 全新的发现 哇 不可思议 这也是 你怎么会发现 我只是想知道 这也是 其实 我们就想知道 这就是 这我们怎么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咱们现在修复的就是象牙了吧 对 这一根就是我们基石坑里面新出土的一根象牙 这个象牙我们基本上已经进行了初步处理了 如果是真正从基石坑里面提取的象牙 面上全是泥土 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您 我们看了那个青铜神术 现在修复出来这么的壮观吧 但是当时是两千多个碎片 你们花了十年的时间 你们是怎么修的呀 对 青铜神术呢 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修复完整的 这些青铜神术当时出土的时候 它基本上都是残剑 它当时不是说九只鸟都是完整的 所以青铜神术它修复的最大的难度就在于 如何找到这个青铜神术它相对应的这些部件 要再通过部件的这种断岔口进行一个比对拼接 其实就跟我们找拼图是一样的 拼图我们是知道最后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您可能找到了六到八株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株是完整的 您不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你们难度非常的高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看了这个青铜神术 我们老在想 那个青铜神术顶上会是什么 应该有可能会是我们那个青铜的太阳轮吗 或者是青铜鸟 还是青铜 是什么呢 如果以您我想请教一下 您会觉得是哪个是青铜神术的顶端 它们放在那一块呢 目前而言就是我们认为不管是太阳轮型器 还有我们的青铜鸟 它都跟整个一号神术 它没有就相对应的断岔口 不大可能是在青铜神术上 不大可能是在青铜神术上 但是呢 其实像青铜神术 特别是一号神术它的树冠顶上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传说里面去找到有一些相互的这种对应 我们知道整个青铜神术它有三层 每一层有三只利鸟 要这样的话就共九只 所以我们认为像突一射热这种传说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另外一只鸟 我们会怀疑它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树冠的顶部 但是呢 按照修复来说 它确实没有修复的依据 没有修复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保留我们这种想法 让它能够先控制也可以让观众或者游客 他们能够根据这种东西去猜测去猜想 其实我们云南也有关于 那么多太阳的一个故事 是吗 对 而且这还是一个不一族口口口相传的故事 也是在远古时期天上有十二个太阳 那十二个太阳特别的嚣张 下面的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这时候呢就有一对不一族的兄妹 他们有奇特的技能 就是摄日 哥哥摄下了其中的五个 然后那个妹妹也是又摄下了其中的五个 有一个太阳呢 掉到了银河中 长期地被银河洗礼之后就变成了月亮 另外一个太阳就继续留在天上 那我觉得三星堆到现在 他们也有对太阳文明的崇拜 崇拜太阳有关 我们隐身为隐行高歌呼唤日出 太阳文气是一种太阳崇拜的意识 完了完了完了 我有点魔杖了 我已经魔杖了 古蜀人留下的文物 无不表达他们对太阳的崇拜 天上有很多个太阳在作怪 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传说呢也会有一些相互的这种对应 酷义色热这种传说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可一直崇拜太阳的古蜀人 为什么会有色热的传说 所以你是想到什么吗 你看诺亚方舟也是全世界都有大洪水的记录 神话故事里面有 所以我觉得旱灾这个事情 对于当时创造不同的神话传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对 也说明 有可能是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次 大的干旱 没没有 应该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这样的 缘ุ今天是一张拍摄再不怕 是一张拍摄 都在这方面 Иль Trout 哟这儿有一张病床呀 我给您带着一些花跟礼物 先给您放在这儿了好吗 谢谢您 先坐 刘老师 我进门的时候 看到这个地方啊 有一张 这好像在医院才能见到的窗 我摔了一跤 对不起对不起 上年级的人呢 最忌讳摔跤了 到现在为止 一看我这个手可以捏弄 这个手还不行 我摔了之后 然后弄个冰床 上下方便一点 而且地质工作 我并没有放弃的 我每天都还在工作 刘老师 因为我们呢 现在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到 三星堆时代 那段时间是否有大的干旱 这样好不好 我稍微从头说起 好嘞 好嘞 因为这个古书时期 就涉及到我们地质上 第四季 全新式 也就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以后 它不是马上就进入很温暖的减冰期 就好像我们冬天过了 不是马上就进入夏天 中间还有春天 还有好些个稻草寒 后来又过一个阶段 三到五千阶段 最后全球性的气候 变得是个灾变气候 这个灾变气候什么特点呢 它就是突发性的洪水 加上连续性的钢旱 突发性的洪水 连续性的钢旱 钢旱 钢旱呢 是相当严重的 商业那不是有个太阳能吗 一个圆圈 一个太阳 有五道光芒 太阳崇拜 一般人都认识是太阳崇拜 这个东西不能简单这么讲 从我们的角度看呢 完全不一样 太阳又几道光芒出来 外面有个圈啊 把它圈得紧紧的 这是一种禁锢 我取一个名 这是带枷锁的太阳 把它囚禁在里面 这个三星队的太阳能呢 一定要跟后一色日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 那个是太阳不是什么好事情 后面一切把它射下来 所以用圈把它圈起来 所以不能够认为 有这个太阳符号 就是太阳崇拜 我开个玩笑 让你们单位跟你两个月的带心修甲 到非洲的沙哈拉大沙漠去 到我们新疆的塔克拉麦干器里面去 两个月 一天给你一瓶矿泉水 我看你回来 你还会不会太阳崇拜 可能你也恨不得拿个猪干把太阳捅下来了 是吧 不能用现在这个眼光来看 什么太阳出来洗洋洋 那个是绝对不是洗洋洋 你想想后一色日 这个太阳啊成为灾害了 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外员的妖魔鬼怪 就是气候象征的妖魔鬼怪 不是真正的妖魔鬼怪 都是后一来处理了 三星队正在这个阶段 相当于蚕虫时期 住在明山里面 蚕虫 有蚕猴蚕虫 秦牧仲是称王 他是我们古蚕的一代国王 三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对于太阳轮的解读 在学术上虽然有了很多不同的猜想 但似乎所有人都愿意相信 三星堆与神话传说有着关联 三星堆的发现印证 有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并不是乱讲的 是有一定道理的 《青铜神书》记载的 似乎就是远古神话的神书扶桑 《三号经》里面的扶桑 都是反映着古人对于树的一种崇拜 扶桑已经在我心目当中慢慢地清晰了 摄日英雄义仿佛也生存在那个年代 后义摄日这种传说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三星堆的太阳人 一定要给后义摄日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 三星堆人用浪漫的创造力 把对世界的探索和感悟 留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而我觉得 这创造力正是中华文明诸多拼图中 起立的那一块 本节目由无限级增建口服业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福森药业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八六年后面这三十多年啊 为什么就停下来 是不是在三星堆发现了 可以通向神秘世界的隧道这样的 是不是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活几百岁 你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 比你刚刚说说的更重要更伟大 那个是什么呀 你看好美 黄金 三星堆有一条龙 被刻成了像老虎一样的形状 其实这个还没有公布出来 真的 太惊讶了 太震撼了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见到过 甚至没有想象到过的 你相信世界上有神话吗 三星堆的发现印证的神话传说并不是乱讲的 三星堆的太阳人一定要给后遗色日联系在一起 后遗色日已经有一定的印证 集神一王集体的最留意的领袖 三星堆的意义会是谁呢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